他一出生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因为难缠而周深残疾的他 遭受过无数次的白眼和嘲讽 可是他却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 本以为可以改变命运 没想到为了找一份工作 他受尽了虚辱和艰辛 投了200多份简历可是都石沉大海 有一次 厌世官甚至当着他的面 直接把简历丢到垃圾桶 从那以后他就下定决心 总有一天会自己当老板 他就是崔万智 一个靠双手改变命运的小伙 为了生存 他犯出家里仅有的180元的家当 开启了摆地摊的生活 2001年网络兴起 他抓住机会瞄准网上女装市场 可没想到一年下来 他赔光了所有积蓄 还欠了400万的债 他被生活压得无法呼吸 他告诉自己 如果我再不改变 一定死得比谁都惨 2013年崔万智发现旗袍市场的商机 经过两年的艰苦钻研 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4000万 如今的他已经是全球十大网商 他的故事也激励着广大 正在艰难和低谷中的人们 他告诉自己 抱怨没有用 得晕